就在地下 地下 你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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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哪有美食啊 今天我们要找的美食 它就在地下 在地下一直吃过 没看上面吃过 上面的话 要站在你干嘛 看上面 地下都隐藏了哪些 意想不到的人气美食呢 因为这个在韩国也很有 很辣吃 很辣吃 蛮辣吃的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一起去地下 搜寻那些走过路过 都不该错过的 潮神气美味 这个是当了你光 要把风放屋了 躲在党黑 帮您送我 大家好 我是赵琳 你会逛商场吗 知道各大商场 最便宜的小吃都在哪吗 你经常坐地铁吗 知道几号线出来的小吃最多 哪一站出来的小吃 又最优惠呢 走进今天的陶醉上海 我们马上出发 哎呦 欣依 怎么了 天这么硬到下雨了 还哪里去找美食啊 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要找的这个美食 这再大的风也吹不走它 再大的雨也淋不湿它 丝毫不受天气的影响 为什么啊 在哪里啊 有这样的美食 就在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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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哪里啊 地下 就在地下 地下 你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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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哪有美食啊 今天我要带蓝园去找的美食 它确实就是在地下 这地下嘛 指的就是通往地铁出入口 各大商场的地下一层 而现在这里已经沦为美食的天堂了 到底有什么得天独厚的优势 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来这里吃东西呢 那这里到底有哪些美食 是会勾住大家的胃口 走过路过都不会放过的呢 我们今天就要在这 聚集了人流最多的地下 找到那些人气最旺 美味又实惠的地下美食 大元 那说到这个地下美食 那我要考一考你了 你知道上海最早的地下商城 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 告诉你 就在这里 你看人那么多 来福市的地下一层美食啊 是开得最早的 商铺也是最多的 所以今天呢 我是要带你来这边逛我 这来福市到底是不是 开得最早的地下美食商城 老实说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里有一样美食 是我一定要推荐的 大元 接下来要介绍这家店 它可不得 是一家老字豪 有七十多年的历史 七十多年 比我们俩岁数加起来还要大 会不会不太适合 它是烤肉店 烤肉店 这个我喜欢 我喜欢到哪里啊 全上海最好吃的猪肉铺 就在这里 说它是全上海最好吃的猪肉铺 一点都不夸张 这家店是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 在上海已经有十几家的分店了 高峰时候一直人气爆满 就连外国游客 都赞不绝口的猪肉铺 从很远就能闻到香味 因为都是现烤现卖 品种也有很多 这种口味的猪肉铺 哪个最好吃啊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边造材料 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猪肉铺了 这是原味的猪肉铺 然后吃进去之后呢 能够吃到它这个 有一点回甜的那种酱汁的味道 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唇齿流香了 太符合爱吃肉的我 我今天吃的是辣味的培根 这个辣味的培根呢 首先它的特点味道很浓郁 你可以吃到很浓的一个酱汁的味道 而且它肉质很松 那跟普通的培根相比呢 它又没有那么油 培根猪肉铺是这里的另一大特色 它跟其他猪肉铺不同的是 培根本身带油 所以会经过两次烧烤 一次烤得快熟之后 再烤一次 把里面的油全都逼出来 再经过祖传秘制的配料 这样的猪肉铺又香又美味 又不会太油 这个当了你光要把坑包了呀 位于来福市广场地下一层的美真香 以最低消费60元的价格 排在了榜单的第十名 如果想品尝尝到正宝的寿司 不必大费周章 在上海九光百货的地下一层 就有这样一家料理店 鱼屋新鲜馆 多样的寿司礼盒 色彩丰富的颜色搭配 吸引着一批又一批 前来购买的顾客 每个礼拜总会来买两三次吧 这边新鲜一点 包市里头算是不错的 我觉得 平常因为我给小孩买 他们是喜欢就是三维鱼的了 对 在这里为了保证新鲜 大厨现场切割 逐一分配 第一时间把美味送到你的手中 位于九光百货地下一层的 鱼屋新鲜馆 以最低消费50元的价格 排在了榜单的第九名 我是蓝远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看这地下这么大 人有那么多 很难找 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 其实呢 我是想跟你说 其实最早的地下商城呢 不是在蓝远市 那是什么地方 我听说是在这里啊 所以呢 我今天想带你来逗一逗 在这里啊 走走走 对啊 蓝远书 这里才是上海最早的地下商城 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询问了有关方面的专家 上海最早的地下商城嘛 是那个人民广场地下的 滴美商城和那个香港名品街 它的规模呢 要接近有六万平方的 当然包括车库啊 然后建设时期呢 是在九十年代的处 但是如果说地下美食最早的呢 应该是徐家会的一个地铁商城 对于徐家会的地铁西商场 那个时候呢 它的三分之一 是做人体果街 然后剩下的三分之二 它就是一条就是美式 且都是一个店一个店的 就是那种 一个小商铺 一个小商铺的一个美式的 哦 原来最早有地下美食的商城啊 是徐家会的西商场 哎 另外你还知道吗 其实很多早些的地下美食城啊 它都是由防空洞改建的 像我们比较熟悉的 迪美香港名列街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呢 随着地铁的通行 地下美食又有了新发展 大千美食林 已经成为了我们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的一个回忆了 当时这里开了上海的第一家地动餐厅 我还记忆犹新 后来呢 这里入住大时代 也火爆一时 再后来 经过调整和改造 变成了现在的五番街 来自日本的各种商品和美食 云集于此 成为了上海第一条 在地下极具规模的 日式休闲一条街 受到大家的欢迎 第八名花丸乌冬面 这家店虽然开店不久 但是在五番街 它可是人气超旺的 客人常常爆满 口碑也超好 这里的乌冬面制作工艺非常考究 用专业的设备揉出来的面 是根根粗细长短均匀 做面的时间也是严格控制 把面放进热水中 煮十三分钟之后 再放进冷水中 冷却一段时间再捞出 这样煮出来的面 可能就是它根根筋道的原因所在吧 位于美罗城地下一层的 花丸乌冬面 以最低消费23元的价格 排在了榜单的第八名 第七名云南美食园 在来福市广场的地下一层 要说人气最旺的 就是这家云南美食园了 还没到吃饭的点 这里就排着长长的队伍 排队都要排很久 要排多久 要排长久 一小时排多的 这个时候来吃的话 半小时至少要 排队如此人多的原因 不仅是因为这里的米线味道好 配料多 分量足 更因为它新年的价格 吃上这么一大碗 只要20元 位于来福市广场地下一层的 云南美食园 以最低消费20元的价格 排在了榜单的第七名 第六名 神户六甲牧场 好香哦 闻到了吗 闻到了 我又闻到了 牛奶 是的 好像是那种很浓郁 很浓郁的那种牛奶的味道 是什么啊 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去看看 好香哦 这一股浓浓的牛奶味 把我们吸引了过来 神户六甲牧场 这家冰激凌店 不是在日本 卖得很火的吗 觉得这里的冰淇淋怎么样 蛮好吃的 很好吃 因为是牛奶的味道 很香的 还有不是很厚的 好浓好吗 很浓的牛奶香哦 这哪里是冰淇淋啊 这分明就是纯牛奶 他们家的冰淇淋用的原料可都是纯正的牛奶 而且都是低脂的 我跟你讲 蓝淋点的是牛奶口味的 而我点的这款的是抹茶口味的 这款抹茶口味的跟其他地方的抹茶口味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告诉你首先它很软 感觉说它的一个含水的一个量应该比较少 很多都是牛奶 位于美罗城地下一层的神户六甲牧场 以最低消费18元的价格 排在了榜单的第六名 仙依啊 我知道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吃地下美食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那么靠近地铁出口多方便啊 说起来也是啊 这饿的时候就有的吃 渴的时候就有的喝 现在肚子有一点饿 我告诉你真是饿得太是时候了 是吗 咱们去吃个好吃的好不好 真的啊 走 我带兰元来的这家是专门做饭团的店 这是一家开在日月光广场地下二层的店 据说这里的饭团很特别 哇 哇 热乎乎的饭团捏在手里面很舒服 这饭团中的米饭可是很有讲究的 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有糙米饭 红米饭 无辜米饭 紫米饭等多种选择 每种米饭都有不同的功效 好好吃啊 我选的这款是紫米饭团 他们说紫米可以养颜美容 所以对我这种女孩子的话 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呢 里面的料呢 你可以自己选择 有什么黄瓜呀 海苔呀 牛肉啊之类的 饭团里面的配料 也有几十种之多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 选择不同的配料 蓝鱼儿选的这款紫米饭团 搭配的是鱼松 牛肉和海带芽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荤素搭配 追求健康和低卡路里的朋友 真是有口福了 各种各种各样的料和紫米配在一起 我觉得味道非常的好 除了蓝鱼儿吃的紫米之外 这里还可以选择两种米饭一起搭配 烦心的我就尝试了一下紫米和金米在一起搭配的感觉 这个米给人感觉是很有这个弹性 因为你看吧 我两种米饭完全不同的感觉 这个紫米呢 就感觉是一粒一粒的粒粒分明 而这个金米呢 相对来说就粘性比较足一点 那混合在一起可能说是刚刚好 而里面这个两款馅料 我选的是这个肉松 还有这个黄瓜 黄瓜比较脆 比较清爽 肉松又相对比较甜 所以加在一起呢 整体的感觉是一种很清新的感觉 位于日月光广场地下二层的西龙船箱饭团 以最低消费12元的价格 排在了榜单的第五名 第四名 属我生活 在我阁广场地下一层的属我生活 人气一直很旺 因为他们家的薯条很特别 配料也很丰富 一改传统薯条搭配番茄酱的观念 引来了很多顾客 一般薯条很细的 它就很粗的 姿势味也蛮浓的 就蛮酥的那种感觉 这里的薯条比一般的薯条更粗 更厚实些 配料也更丰富 位于我阁广场地下一层的属我生活 以最低消费10元的价格 排在了榜单的第四名 从1863年 英国伦敦建成第一条地铁开始 外国的地下空间呢 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发展的时间 像在欧美很多大型的建筑 比如学校和图书馆 纷纷都已经搬至了地下 在日本呢 地下空间更是已经发展到了五六层之多 地下空间在蔓延 纯世未来 究竟会不会向地下发展呢 现在我们的地下美食的榜单已经揭晓了十到四名 第十名美真香 第九名鱼屋新鲜馆 第八名花丸屋冬面 第七名云南美食园 第六名神户六甲牧场 第五名西龙船箱饭团 第四名属我生活 第三名是 在揭晓前三名之前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陶醉新发现 哇 新鲜 你说将来有可能所有的美食都在地下吗 那不是挺好的吗 这样我们想吃什么东西就更方便了 刚才你不是说 还有一家很特别的店要介绍给我的吗 在哪里 差点就忘记了 这家呢是一家真的很特别的店 是日本人开的 叫做钓鱼烧 这是开在我阁广场里面的 上海唯一一家日本人做的钓鱼烧的店 钓鱼烧是传统的日本点心 在日本很有名 它还是很多漫画人物的最爱 因为其样子长得像鱼 象征吉祥快乐 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味道就是那种软绵绵的 就是口感怎么样 你这样好 而且它的样子也非常好玩 因为是跳鱼的样子 好热 好热 我跟你说 这种抹茶的味道 它QQ的 我从来没吃过抹茶 口味是这样 我吃过抹茶的冰淇淋 吃过抹茶的小丸子 但是没吃过抹茶的 钓鱼烧里边这种QQ的感觉 真的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它外面是比较热的 然后就相对会让里面的 这个馅水更加的Q 更加的糯 所以口感还是很舒服 那你这个红豆是什么感觉 我这个红豆的 这个钓鱼烧的外面 这个皮其实是非常脆的 有点点像那种饼干的味道 我其实也是刚才感觉到了 然后加上这个红豆的味道 结合在里面 就感觉 红豆和这种传统的日本工艺 结合在一起之后 显出了这个钓鱼烧最原始的味道 钓鱼烧其实是一种 塞满馅料的鱼形薄饼 里边的馅料有红豆 巧克力 奶油 香蕉和抹茶 等等等等 放入专门的模具中 由日本人现场烤制而成 位于我阁广场地下一层的 东京钓鱼烧 以最低消费8元的价格 排在了榜单的第三名 在日月光广场的地下二层 有一家很特别的店 做的是宫廷奶酪 因为这家店的环境怀旧 奶酪的口味也很独特 所以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保住奶酪 它是源自清朝 北京宫廷的一个做法 它是用自制酒量和牛奶 一起烘烤而成的产品 像作为这个点心而言的话 它的核心的工艺 是在对温度还有湿度 以及时间的控制上面 宫廷奶酪不同于西方的奶酪 它是由纯正的牛奶 加上酒酿制作而成 口感清淡 独具风味 另外这里还有双皮奶 杏仁豆腐等 配以奶卷奶酪干等小点 吃起来也是独具风味 这里的环境也很怀旧 木桌上堆放着积木 常常受到小朋友的喜爱 还有多年不见的小人书 连黄画 那些儿时的回忆 都能在这里找到 位于日月光广场 地下二层的宝珠奶酪 以最低消费八元的价格 排在了榜单的第二名 来人啊 我们吃了那么多的地下美食 我发现它的特点 除了是方便快捷 还有选择多之外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便宜 没错 而且我下面要告诉你的 这家店呢 它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宜 而且是一种很新奇的小吃哦 那有多便宜 那你自己看咯 五块钱 那么便宜啊 第一名 要你咬我 登了一圈才发现 就在来福市广场下面 有一家小吃店 差点被我们遗忘 嗯 我跟你说 这咖喱饺呢 是马来西亚 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小吃 那这边的咖喱饺 我发现它里边 咖喱的馅料 很新鲜 而且它是很热的哦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刚刚做出来的 这个长得其貌富洋的饺子 就是这里的主打 它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人气小吃 样子很新奇 价格也超实惠的 嗯 很奇特吧 第一次吃到 把红烧肉包在饺子里面吃 红烧肉 上海人大家都知道的一种菜啊 包在这个饺子里面吃 才是第一次尝试 很香 位于来福市广场地下一层的 要你咬我 以最低消费五元的价格 排在了榜单的第一名 今天给大家搜尾了那么多 好吃又便宜的地下美食 电视之前的观众 有没有心动呢 如果你还有什么 想要推荐给我们的 或者是想和我们取得联系 也欢迎你登陆我们的 酷嘎嘎网站 以及新浪微博 和我们一块来嘎嘎嘎 好了 今天的淘罪上海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